烏克蘭所發行的這個 在4月12號的時候所發行的郵票 各位觀眾看這個郵票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郵票是在什麼 這就是我們跟觀眾講 開戰的時候蛇島勇士的紀念郵票 所以你看著這個士兵 他前面面對 他在站在蛇島上面面對那艘軍艦 就是莫斯科號 所以當初莫斯科號來的時候 等於叫他們投降 然後蛇島上面的士兵 跟這艘莫斯科號說 你們下地獄去吧 哇 一語成稱 這個郵票發行出來的時候 這個士兵去跟莫斯科號講的 現在變成烏克蘭人的口語 說下地獄去吧 就是在講莫斯科號 結果大家沒想到 莫斯科號4月12號競爭有票發行 4月13號 14號的時候 莫斯科號真的下地獄去了 他就直接沉到海底去了 所以你看這個對烏克蘭來講 這是多大的振興振奮士氣的事情 可是對烏克蘭實質上的事情是什麼 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戰爭研究所所做的內容 他告訴你一件事 他最大的影響是 我們前面是不是告訴大家 本來俄羅斯對烏克蘭 你烏克蘭海軍彈 我可以盡量的淋虐你沒有關係 盡量的欺負你沒有關係 可是現在證實說 烏克蘭有能力 可以打爆你的莫斯科號巡洋艦 你的旗艦都可以打爆 那我問你 你黑海艦隊20艘船 你有幾台讓人家打 黑海艦隊20艘船 你還敢來嗎 你剩下19艘你要不要讓人家打 所以它造成一個現象 這邊戰爭研究所告訴你 你俄羅斯黑海艦隊剩下船 後側往後退 你如果不往後退做布局的話 對不起你在前面 你等著擋子把子被人家打 所以對於烏克蘭來講 他等於賺到海上的另外一個優勢 所以他找到另外自己一個定位 所以對俄羅斯來講 這個仗就變得更難打 因為變得更頭痛 所以你看前面陸軍 這個占不到優勢 空優現在占不到優勢 現在連唯一的海上的優勢 都有可能要被烏克蘭給逼退 所以這個部分對於俄羅斯來講 對普丁來說 這個頭是更痛 但這個衰運看起來 並沒有到此結束 我覺得那個郵票 真的是具有紀念價值 如果台灣民眾可以買得到的話 真的我覺得還是真的要去買來做紀念 因為以後就沒有莫斯科 而且這個蛇島的事蹟也會萬古流傳 所以我是認為說 這些事情來講的話 具有戰略上的意涵 不是等於說只是打一艘軍艦 這麼簡單而已 黑海艦隊曾經在歷史上被戒滅過三次 第一次是在那個彼得大帝的時候 那在17世紀的時候被戒滅掉 那是因為跟二土曼土耳其帝國打仗的時候 第二次是在這個1853年到1856年 克里米亞戰爭的時候 黑亞艦隊被戒滅掉了 再來第三次是在1917年18年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跟德國第一次在炸戰的時候 那德國因為站在這地方 後來呢 列寧他們決定也把這個自己自滅 自攻把這個黑亞艦隊也弄掉 所以黑亞艦隊整個被搞過三次 我的意思是說 在俄羅斯來講的話 他傳統就不是一個海洋大國 他也不是一個海權大國 他形成的這個軍事力量 大概是以陸軍為主的 那空軍跟海軍 他是要輔佐這個陸戰用的 所以你看到這次戰爭來講 莫斯科號他的目的在幹嘛 他其實是要協助這個整個 包含從亞蘇海一直到黑海的這個整個沿岸 就是烏東一直下來 到克里米亞一直到 奧德塞港這一整串來講的話 他要形成一個串聯的一個概念 所以他的海軍轟擊來講 轟擊砲隊是在協助陸上的陸軍 包含做掩護也好 包含做工程也好 他在做這件事情 包含像攻擊馬力波也是在用海軍 但是在亞蘇海裡面 結果你現在發現一件事情 在尼古拉耶夫到奧德塞港的 中間這一帶的黑海沿岸來講的話 你莫斯科號來講是具有戰力的 那現在已經被清除掉了 接下來美軍以後從黑海進來的 不要忘了黑海底下是土耳其 土耳其是北約的會員國 而整個黑海的這個掌控 不是只有俄羅斯在掌控 你不要以為說黑海艦隊 就只有掌 就會掌控黑海沒有 黑海整個來講的話 大部分還是由土耳其在做掌控 所以如果說美軍的補給線從後面進來 你看到不管是從烏西到烏東 然後從烏南到烏東來講的話 這一條補給線打通了之後 不管是從陸上 從海上來講的話 就對於烏軍來講的話 現在接下來準備跟俄羅斯大干議場的時候 就對烏軍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們講說他打這個莫斯科號 是有他的意義在的 他不是隨便亂打的 他今天說如果你這樣亂打的話 雅蘇海裡面停那麼多的 其他的俄羅斯的軍艦為什麼不打 為什麼非得要打這一艘 其實他的概念是要打從南方的補給線 那黑海進來之後 過來一個克次海進去 這才是雅蘇海 所以雅蘇海內部來講 就把整個俄羅斯的海軍 黑海艦隊包在裡面 就鎖在裡面 你就不要給我出來 那整個黑海由土耳其這邊來控制 所以我的觀察是這樣子 就是說因為接下來美軍他要做一個 包含陸上海上的補給作業的時候 他還真的非得需要 前面清空所有的障礙 那剛好莫斯科就是個障礙 其實從這一張圖開始看 我覺得現在烏克蘭跟北約聯軍 就是有計畫的 需要去拆解 這個普丁他在5月9號要宣稱 第二階段戰爭勝利的神話 我們講為什麼說這一張圖 可以看一些跡象 我自己本身越管就是戰略溝通 我在美國受訓就是玩戰略溝通的 任何一張這樣郵票的設計 他所要傳達的絕對都是經過 內部層層的研討過 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 什麼樣的效果 那你這樣的效果 最重要就是能夠扭轉 我們講經常一幅畫一首軍歌 就可以扭轉整個戰場的這種士氣 那這一幅畫 再加上莫斯科被擊沉 達到充分達到這樣的效果 你看一個蛇島被莫斯科轟炸 然後大部分的守軍陣亡 沒有後來說是被俘虜了 所以換俘回來 這個就變成圖像上的英雄人物 這個就是當初嗆就是說去死吧 我們修正一下就叉叉叉啦 那你看他現在就是說 他依然站在蛇島 然後面對莫斯科 結果現在他依然在莫斯科 好 我在了 這個對於我覺得剛剛你提到了 對於整個烏克蘭士氣的提振 那是無以倫比 那對俄羅斯的軍隊的這個士氣的打擊 那也是絕對是非常慘重 我們剛剛講 一個海軍司令最高的指揮官 都因此而被逮捕 你說他整個海軍的士氣跟戰力 不完全瓦解掉嗎 那現在士氣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 為什麼是有系統的 要拆解這個神話 除了這個之外 你看看 那個圖沃尼可夫 這個是普丁把所有希望 寄託在他身上 希望他能夠扭轉第二階段 軍事這個作戰 要達成勝利的 最後的一個勝利的希望 可是呢 他是一個擅長打 陸海空三軍協同作戰的一個將領 他之前在車程 在敘利亞 充分展現他的這個協同作戰 聯合作戰的這個實力 可是我們看看最近 俄羅斯跟聯軍出排的方式 第一個先打掉你 蘇凱三十五 所謂第四代半 這個赤 逆中的這個戰績 現在又把他的莫斯科號集成 代表什麼 他海優空優都沒有了 那在沒有這兩個 這個這個前提之下 你今天 這個德沃尼可夫 即使他現在 這個擔任這個指揮官 他怎麼打贏這個戰爭 他所擅長的這個三星協同作戰的這個 兩個軍種已經證明 主動權不在俄羅斯是在烏克蘭 所以他現在只能剩下地面決戰這一塊 那剛剛講地面決戰現在敵我 肖長那個士氣 第一階段他就是因為沒有士氣打不下去 第二階段更慘 那再說氣候因素 第一階段遇到大雪 這個階段遇到大雨 兩個都是讓你的裝甲車會陷入你鬧 然後沒有辦法發揮他的優勢 所以從這一些我們來看 事實上 我們講說老天爺都站在烏克蘭這一邊 一點都不為過 那也可以看出來 事實上這個第二階段 俄羅斯的這個軍事作戰 他可能會重蹈第一次的這個失敗的這個苦果 K-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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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